重生得救之後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可以開始成為別人的祝福 在那之前我其實都一直很自私的過著自己 想過我的生活 想做我的決定 然後滿足自己的慾望 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基督信仰 是因為我在小時候生了一場病 那一場病是就是醫生他醫不好 然後在很多的嘗試努力之下 那媽媽走投無路 就有一個基督徒朋友問媽媽說 那願不願意讓牧師為我進食禱告 那禱告之後 在那個時候在牧師的禱告之下 其實就很神奇很神蹟式的 就是我的生命就被救回來 所以從那個經驗開始 媽媽就帶著姐姐 還有帶著我去到教會 在那個事情 我覺得背後的意義就是神 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 帶領人來到教會 並且可以成為一個祝福的人 直到我升高中的時候 其實在學校的社團裡面 我開始就是成為社團裡面 一隊的隊長 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 其實我內心是很空虛的 大概兩三年的時間裡面我覺得 其實那個對我來說是一個身邊上 非常重要的曠野期 就是我過著沒有神的日子 在一個學長的介紹之下 我就去了一個基督教青年的營會之後 我發現其實在人跟神之間 我還是放不下我心中 從小信仰的那位主耶穌 我就開始 重新回到教會 然後整理了我自己的感情上的關係 之後 尾聲在教會受裝備 然後開始結束牧羊 學習怎麼樣帶領那時候的年輕人 那在2013年後 我來到火把教會 當時我其實 對自己有一份不安的感覺 就是我會覺得 好像沒有完成神對我的呼召 或者是 沒有走神要我走的道路 後來邀請我去學生團隊的時候 我覺得我非常的 非常的驚喜吧 因為其實我自己高中大學的生活 我從被 不相信神 拒絕神於門外 然後到尾聲 並且開始慢慢接觸帶領人 所以在觀念哥的邀請下 其實我很快的就答應他 但是 在我 來到學生團隊的時候 我就發現 其實我的 狀態 有時候 並不是那麼願意 可以 那麼快的上軌道 我覺得一個最大的轉變 應該是在去年的ignite的時候 每位傳道他們所帶的信息 都跟 新奇領袖有關 很深刻的是楊牧師在 最後一天晚上 他講的道 跟我當時的敬拜 好像是回到我 大學時代的時候 然後當牧師 還沒有為大家按手禱告 祝福之前 其實我已經就是 淚崩了 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是 我要成為一個 小組長 服侍更多的年輕人 起來 服侍這個世代 我覺得在神的愛跟呼召上 我願意改變自己最原始的個性 還有最原始的一些想法 然後走出 走出 就是神要我走的路